大聯盟明星隊是做投手的更換 把隸屬於滅瓦記釀酒人隊的 Latroy Hawkins換上來 這次的比賽呢 他曾經在第二戰上來投了1.1局 他當時是掉了兩分 中華隊在這個半局輪到的是第九棒 二雷手潘志芳率先上來打擊 給先發的投手Gothry 還是不可能成為這場比賽的勝投 因為他投了四局 沒有達到先發投手必須要投五局 才有資格成為勝投的這個條件 所以還是只有昨天的先發 Darren G是唯一的一個大聯盟的先發投手 是投滿五局的 不過他昨天因為退場也1比1 所以也沒拿到勝投 潘志芳在前一輪上來是關鍵時刻 滿壘的情況之下 急速了一個帶有兩分打點的二壘安打 表現是相當精彩 打一個反方向 在左外野邊線內不遠的落地的一支安打 Trey Hawkins來到台灣之後呢 第二場的出賽 前一次1.1局被打了四支安打 又是一個反方向的飛球 在中左外野之間 被中華野手的這個半局上來的Toris給揭殺掉 所以今天的先發中華野手的Grandison 在這個時刻已經是先退場了 前一場比賽 Harkins之所以投得不好 因為他控球發生了很大的問題 經常球速落後 那至少現在面對第一名打者他順利解決 也使得中華隊在第二輪 你知道中華隊在第一輪九名打者出現四支安打 再加一個保送 等於九名打者上來五個都上了 但在第二輪九名打者 九上九下 沒有出現任何一支安打 現在進入到第三輪的打擊 第一棒的林哲軒 中間偏高的一個好球進來 林哲軒並沒有出棒 Harkins是過去有過做closer 終結者的經歷 而且這次所有的明星隊的投手裡面 資歷最深的 又是一個好球 林哲軒還是放掉 雖然已經是三十八歲的年紀了 但你看他 輕輕鬆鬆投就是一百五 今年他在季後賽也是投了四局 都沒有掉分 偏低的一個壞球 你看他雖然現在還是穿著 尿九人隊的制服 但他已經是自由球員 所以明天到底是哪一隊還不知道 我相信絕對還是有隊會需要他 對於他的精力 以及他現在投球的實力 蔡大聯盟已經是待過八個不一樣的球隊 還有可能再換 李哲軒形成了本壘後方的界外 今天Hawkins在後援的表現上 有二十個中繼點 2.42 非常優異的刺責分率 對他現階段還是非常好的一個做第七局 甚至做第八局 Sederman的這個投手 今年來到台灣的明星隊 投手當中 除了Gather之外 他就是身價最高的投手 今年的年薪是有四百萬美金 林哲軒還是把這個球給破壞掉 今年前面出現了一支二連安打 前一次內野滾地球是帶有一分打點 今年林哲軒也是在紅話隊滿五年了 所以滿五年還沒有上到大聯盟 那就是規則無選秀的一個關鍵時期 如果他沒有在今年十一月二十號之前被列入四選名單的話 就可能被別隊選走 這一球在中間方向又是Toris 形成了兩出局 Toris雖然今年在打擊成績表現 比起前年還差很多 但是他的手臂還是一樣的精彩 你想想看AT&T Park 就像巨人隊的主場 那個外野是更大 服務員更遼闊 所以這球對他來說 還是難不倒他 雖然打得算很結實 而且打得夠深遠 而且打得夠深遠 中華隊要輪到第二棒的蕭博婷 第一球又是一個好球進雷 蕭博婷今天前面兩個打數沒有出現安打 這一球在右半邊是界內喔 壓在線上的一場安打 一路往右外野的界外區滾了 所以讓蕭博婷呢 一六眼上到了二壘壘包 在兩出局之後呢 出現了這一個二壘安打 哇也是終於呢 終於出現了二壘安打 蕭博婷 現在中華隊事實上蕭博婷已經退場了 已經更換成另外一名球員了 這應該是陳品傑喔 打出了一個二壘安打 對,正好壓線 從這個角度看 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上來呢 陳品傑是代打見攻了 輪到黃智培的打擊 跑球率呢 Hawkins還是很高喔 其實兩隊在這個半球 都是平平走馬換將 陳品傑已經接踢了做第二棒 等一下接踢做游擊手 那等一下第四棒也換成了王俊傑了 偏高穿越了一二壘之間 有機會要得分了 二壘上的跑者陳品傑 讓過三壘之後要回來 Ready傳回本壘 球偏掉 而且呢捕手還漏掉這一球 讓他滾進了休息區 所以一壘上的跑者呢 可以直接上到了三壘壘包 哇,帶有一分打點的是黃智培 現在又來到了三壘 中華隊追成了4比5 所以Hawkins這一次出賽 雖然是第二次出賽 但投的還是不理想 雖然順利解決頭兩名打打者 但接連又被打兩瞻打 而且他在本壘後方的補位 沒能把這球擋下來 讓這球直接滾到了 大聯盟民進隊休息區裡面 所以跑者還多推進壘包 現在已經來到了三壘 原本看起來是個平翻 一壘按打 帶了一分打點沒問題 但他上二壘應該了不起了吧 結果現在上到三壘 你看Reddick這個傳球 我們知道他背力很好 但這個球補手沒補 會到後面的投手都拉著去了 沒看到人 對,所以Hawkins 補得也不理想 Hawkins在前一次出賽呢 就掉了兩分 那這場比賽又掉了一分 所以今年來到台灣吃多少盤 臭豆腐呢就掉幾分 所以紀錄上要給明星隊一次十五 當然Reddick的傳球是一個十五 Hawkins在後面補位 沒補位 確實事實上也可以計一個十五 那現在就輪到的是 換上代打王俊傑的打擊了 捷體呢 捕手陳俊秀的位置 王俊傑是一個捕手 這一球反方向 是界外 兩出局之後呢 中華隊是接連兩站打得到的分數 Hawkins目前為止用了二十球 十三個好球、七個壞球 對,雙方只有一分之差 而且最評分就在三壘 所以這中華隊很好的機會 場上的Hawkins現在正好不穩定的時候 兩好球、兩個壞球 一個軟弱的滾地 投手攔到了 雙方一壘刺殺了黃俊傑 也結束了中華隊 在五局下半的進攻 墜毀了一分 所以現在中華隊 只剩下一分的落後